京城龙华四南有流水曲曲,为之曲江 朋友们好啊,我现在在西安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叫做曲江 离这里大约300米的距离就是秦二世的墓 秦二世呢,被赵高以数人的身份葬于遗春院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曲江市遗址公园 我现在在遗址公园的南岸 来看看曲江新区的建设,真是非常的强大 现在已经为我国文化产业国家级示范区 历经了2000年的繁华与衰落 曲江新区如今是一崭新的面貌立于世人之前 且不说周边的城市建设如何 光是这边的景区就十分的耀眼 像大唐芙蓉园,曲江遗址公园,还有大燕塔等 唐石皇家园林也在此处 秦王在2000年前就在这里开辟了皇家禁院 遗春院,并建有著名的骊公遗春夏院 汉宣帝时,开辟了曲江以北 建成乐游园,乐游登高也为世人津津乐道 如今呢,这里的城市建设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可以用奢华来形容 而这上面的路灯呢,又是这种唐灯的造型 非常的有创意 居此不远呢,就是著名的寒瑶遗址 我们来看一下马路对面啊 这个骑行怪状的建筑呢,简直是非常的有创意啊 代表了一种城市的时尚感 在整个亚洲呢,当属西安这个W酒店 体量最大,颜值最高 我后面呢,这个就是曲江的这边W酒店啊 这个酒店相当出名啊,看门口一个W 然后后边呢,就是仙境一样的曲江遗址公园 西安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觉得其他城市很难见到,也很难和西安这个地方相比较 曲江这个地方呢,还是以生态为主 因为在这里呢,很难见到一个小的酒店 尤其在居民的住宅楼下 我是本来打算逛完前二十公园来这里吃个饭 但是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酒店 反而看到了这个奢华的W酒店 可以说啊,在整个西安 我感觉曲江的消费肯定不会低 因为它作用这么多的豪宅周围又是这么著名的酒店 当然了,我们来这里还看到了宾利的专卖店啊 我给大家拍一下 看一下马路对面啊,那个就是宾利的专卖店 这个宾利的专卖店我还没有见过 也许我和可能还没有碰到过以前 当然了,我们不说别的 这栋楼很有层次感啊,立体感 建设的也是相当的牛 沿着这个桥继续往前走 然后这个桥下面呢,就是著名的寒窑遗址啊 寒窑遗址呢,是王宝串与薛平贵的爱情故事 然后王宝串住过的窑洞呢,就叫做寒窑 以此来纪念王宝串与薛平贵忠贞不欲的爱情故事 说起来这个王宝串这个名字啊,听着很别扭啊 我以前都念王宝钗 对面这个坡上呢,是记录了很多这种爱情故事啊 尤其是白蛇传呀什么的 目前呢,这个寒窑遗址公园还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的婚礼婚俗婚仪体验的主题公园 这边呢,还有一个博船的船站呢,叫做寒窑站 我们现在是在刚才的对面啊 刚才对面看到一个巨型的龙土水的景象 有关这个龙土水呢,还是有一个神话的故事啊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 相传呢,隋阳帝为了在此游乐,号召万民在此开凿曲江池 因无水源呢,隋阳帝大怒 限定工匠百姓在三日之内开凿曲江池 然后工匠百姓呢,眼看完不成任务 虽大哭,惊动了老白龙 他用身体拱出了一条长曲 饮水入曲江池 从而挽救了万民 还没这个废话